子丹打的决赛 哇 一开始 对 樊振东呢 事实上也不见得 好 接短球 对力量的一个打法 好 凌球 连续的翻手发力 是属于比较属于力量型的对抗 好 好 车身 发力 结果是出戒 好 球 摆得够稳定 所以就有更多得分的机会 继续摆 马龙先起 马龙应该要抢攻了 六四百斗 好 抢攻 第一局现在马龙10比8 手中两个拳摸点 高手过招的过程当中 还是一样 谁可以在台内控制得住 更稳定 找到更 这是速度球的对抗 好 像这个球 好 领开 就是快接受 一定会影响樊振东 樊振东的出手位置 这是台内的控制 可以看出他的整个练习 非常有细腻 又是短球开始 判断影响的过法 第一个发球 还是一样 让你打几球的路线 这个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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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又是摆得蛮短的 哦 哇 这个球 第二个发球 好 偏中 撤开 这个经验呢 就是一球一球 怎么直接不急 你看 撤开了 哦 哦 反正东倒打了一分 但还是顺利的收下 马龙的 哦 应该是白短 哦 对 要在发出的力量 手指跟手腕 它这个结合 对 的整个 哦 速度 落后五分的 除效原因 又是白短 好 互相白短 进攻 台内球的一些稳定性 对 台内球的稳定性 哦 销球 是外啊 对 战术上的步级 哦 这个我们可能不利 都会有稍微出现一些问题 一来一往直下 这也是高手过招了 好 白短开始 先走对抗哦 首先呢 台内的 我 好 偏左的位置 好 短球开始 范震东 两分领先 好 还是短球开始 再可以发现哦 哦 这个是确实有 非常稳 现在马龙有两个局末点 他对他自己的白短的 好 稍微白短 哇 漂亮 这样的时间 好 白短 抢攻了 白短 对 在第五局对于马龙来说 局数已经3比1的听牌了 看看他在进攻端上的选择 短之后的进攻哦 整个来讲是马龙占一些上风的 得两分 不要自己不要太多的失误 应该是必拿下的分数 反正都反而冲回板 好 好 白短 就看这个球 对 长球队 好 进攻力提高一些 这场球赛大概就赢球了 哇 好 短球开始 好 有点急躁 好 短球 好 白短 又来 是放开的 对角线长球 好 短球 那没问题 短球 又是进攻 又是进攻 好 中眼来对啦 哇 好 马龙出力 哇 马龙5分的领先 就是以短球开始 照现在的战术的整个进行 应该是马龙要拿分 激励很高 好 还是进攻 哇 那来到第5局的比赛 中国选手马龙有5个冠军点 白短 最后还是短球 最后马龙拿下的分数 没错 在第5局 其实马龙一路都是保有了更积极的进攻 那一路拉开领先的情况之下 对 对